下来关注国内疫情 在过去24小时 我国一共新增2764宗确诊 是1月11号以来的单日确诊病例最低的一天 另外有3887人痊愈出院 再有13名病患不治身亡 选拦俄州依然是全国新病例最高的州数 录得862宗确诊病例 那紧接着是柔佛521宗以及吉隆坡422宗 玻璃市则是全国唯一没有新增病例的州数 卫商总监丹司令诺西山 也在例行记者会上捎来好消息 也就是为期四个星期的行动管制令开始奏效 相信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 国内疫情会逐渐趋缓 诺西山补充 我国早在上个月31号度过了疫情高峰期 他预测如果基本传染数可以下降到0.6 那么我国有望在5月底达到双位数新增病例的目标 针对商业场所 理发店和餐馆获准重新营业 诺西山指出 只要所有业者和消费者都能够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那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减少病毒传播的几率 民众无需过度担心 另外我国今天再新增12个新冠肺炎感染群 其中11个涉及职场感染群 另外一个是涉及高风险群感染群 分布在雪兰儿 柔佛 吉隆坡 马六甲 森美兰和沙巴 磯 kans臣 水 水